台北市卫生局疾病管制科科长于灿华表示 样虫病为第四类法定传染病 全年都有病例发生 历年从4月到5月开始上升 6、7月达到高峰 被样虫叮咬的患者会出现突发 且持续性的高烧、头痛、背痛、恶寒、淋巴结肿大 叮咬处会出现交加 有时候会并发肺炎或肝功能异常 致死率可高达60% 慢慢要进入这个样虫病的流行季节 那我们这边是呼吁民众如果在郊外活动的时候 因为可能会接触到这个样虫资深的这些环境 那要做好一些自身的防护 那避免让这个样虫来叮咬 那增加这个样虫病的风险 那我们根据中央疾病管制署的资料显示 今年到4月7号指 那个样虫病的总计有30例 那最主要是在花东地区 那感染有14例 那蓝头有3例 那台北市跟新北市各有2例 其他的包含新竹、县市、苗栗、桃园及台南 那这个样虫病最主要是带有立刻刺激的样虫叮咬所传染 那不会经由人传人 最主要这个样蠻它在幼虫的时候 可能会在这个草虫上面 那会适机的去做叮咬 所以我们呼吁就是说 如果民众在郊外踏青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可能会去接触这个草虫环境 要避免被这个样蠻去叮咬 做好一些个人的防护 民众在户外踏青郊游时 如果接触草虫环境 应该穿着长袖衣物 避免皮肤裸露被样虫叮咬 产出的杂草或垃圾 因粉烧或掩埋 并进宿沐浴换洗衣服 降低感染风险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